字幕提供 我有個粉絲超可愛 他應該除了我媽媽之外 最怕我餓到的人 所以他就擔心說 我會餓死在家裡 他就定期會寄很多菜給我 收到的時候整個嚇到 這些大概是十分之一而已 那這些菜因為已經放不進冰箱 我冰箱大爆滿了 所以我決定把這些菜 直接變成涼拌小菜 好 我上次在拍我居家的影片的時候 我不是吵了一個秋葵嗎 我才發現在下面底下留言的人 有很多人都不敢吃秋葵 或者是說 為什麼秋葵吃起來那麼難吃 可是我必須要跟大家說 我以前也是一個 非常不愛秋葵的人 我知道可以顧味啦 可是就是 不好吃到底要怎麼吃 直到 我真的開始做料理 然後看了日本的食譜 然後去了日本出外景才知道 真心秋葵可以弄得很好吃 所以呢 我們現在就會用秋葵 來做出絕對好吃 不會讓你失望的 涼拌很適合夏天 涼拌秋葵 其實有幾個步驟要請大家特別注意 上面這個部分 是粗粗的 把它處理掉 在下面這個部分 會吃起來會有點硬硬老老的 這裡也要處理掉 那記得你在處理這上面的時候 你千萬不要讓裡面的黏液跑出來 秋葵的那個裡面的黏黏的東西跑出來之後 你那個燙的整鍋水都會變黏黏的 這是point 好那我們就讓它開始處理囉 首先有幾個步驟很簡單 用刨刀 一手壓著秋葵 這樣子往下 很簡單 它處理完馬上這裡就很乾淨了 它又不會讓裡面黏黏的東西跑出來 好 好一樣 接下來呢 把下面 吃起來可能會硬硬的部分 把它切掉 切一點點 然後 秋葵上面會有 毛毛的東西呢 用鹽巴 好了 然後就把它拿去燙 然後就把它拿去燙 然後又泡冰水 然後又泡冰水 因為它絕對不會軟軟的 脆脆的 那你可以依照自己燙秋葵的量 去很量 要燙多久 好 我覺得秋葵長這樣真的很療癒 好 保證好吃 試試看 我覺得對日本人來說 小黃瓜應該有200種醃法吧 我現在教的這個 小黃瓜的醃法超簡單 因為只要糖跟鹽 而且你不用完全抓醃 醃完了之後 大概20到30分鐘就可以吃了 來醃吧 只有糖跟鹽喔 超簡單 涼拌小黃瓜 キューリーのあざ漬け 醬汁很有趣 接下來也是超簡單的醃高麗菜 那這一道料理我自己很喜歡 原因是我去日本出外景跟旅遊之後 完全愛上 但是 後來才發現他製作非常簡單 而且你根本不需要用到任何的火 你就可以完成 高麗菜的日文叫做 キャベツ キャベツ 那因為吃起來脆脆的 脆脆的就是日文會是說 パリパリ 所以就是 パリパリキャベツ 來學 醃脆高麗菜 パリパリキャベツ 然後這道料理呢 他其實用的調味料也沒有那麼難 就是日本人非常愛用的 胡麻油 胡麻油的中文叫做 麻油 但是請大家買是 比較像是日本製的 因為日本的麻油跟台灣風味 還是有一點點燒燒的不一樣 然後畢竟我們是要做日式凌拌 然後再來就是 這個 しろだし 淡色濃縮的高湯的感覺 然後其他你可以加 芝麻或是七味粉下去調味 然後重點是 這道料理很隨性 就是你裡面想要加多少 隨便你 開心就好 居酒屋就是要開心啊 你想平多少就平多少 但不要太多啦 就是把味道抓進去的空間 抓進去的空間 然後試一下 喔!我是調味達人耶 就是一點點一點點的加 加到你喜歡的味道 每個人喜歡的味道不太一樣 然後也要看你 嗯...高麗菜的量有多少 嗯...高麗菜的量有多少 記得開啟小鈴鐺 また見てね